两天正在进行的全运会篮篮比赛 辽宁队还未尝一败 队伍里最让我惊喜的球员飞张振宁莫属 三场比赛拿到63分 毫无疑问这个休赛期他又掌球了 当球迷们还在纠结他该打3号位还是4号位的时候 张振宁用出色的表现向我们证明 只要球队能赢球 自己打哪个位置并不重要 第一场对阵陕西 辽宁队摆出双塔组合 因此张振宁就来到小前锋的位置 这段时间他的无球跑动让我印象深刻 看这边 张振宁先是假装借大汗的掩护上蹄 接着突然一个反跑切入篮下 这个回合他埋伏在弱侧 悄悄给队友做掩护 到了闲阶段 张振宁也敢于持球进攻 第三节末 阳明之导甚至给了他无限开火拳 不仅如此 阳明之导还把以前布置给梅奥的战术用在张振宁身上 比如这次底线球配合 就是之前刘志轩和梅奥的常用套路 还有经典的西班牙挡拆 张振宁取代梅奥完成接球图三分的任务 第二场对阵湖北 阳明之导平凡使用三后卫阵容 于是张振宁就顶到四号位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场只是给队友拉开空间 投一投空位三分 但随着比赛的深入 我发现张振宁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实际上他还承担起了破联防的重任 你没有听错 锻炼张振宁的破联防能力 才是阳明之导把他放在四号位上的真正意图 看这边 湖北对手二三联防 张振宁果断来到罚局线要求 吸引防守 下一秒就助攻大汗轻松得分 同样的例子 辽宁队还是131落位 张振宁在罚球线附近 这一次抬起到周期的妙传空切篮下 造成犯规 下个回合 张振宁传球后 从湖顶来到左侧45度 同时底线的召集尾悄悄启动 如此一来他们就在左侧形成二打一的局面 这球机会已经出来了 但继尾没有选择投篮 这球更加简单粗暴 先是郭艾伦突破失扯对手防线 接着再交给张振宁假传征突 湖北对的联防阵型被彻底打乱 两场比赛张振宁打了两个位置 并且都有不错的发挥 在三号位上 张振宁可以像梅奥那样无球跑位 也能持球进攻 而到了四号位 他可以为郭艾伦拉开空间 必要时还能够占罚球线破联防 可以看出 杨明知道不会把张振宁固定在一个位置上 而是希望他全面发展 努力扩充技能包 这样球队就能根据不同的对手来搭配阵容 可调整的余地比较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动动小手点个赞哦